这场比赛 我记得是这个赛季第一次首发两位U23的球员 王子明一般都是在80分钟之后被踢换上场 完成规定动作的 但是这场也的确是没人了 必须要让这么一个U23球员顶上 而且江涛有伤 说实话久违的刘欢 今天这场比赛也是出现在了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 开始的时候 双方好像都用远射 不太靠谱的远射去试探对方的这种防线 欧谷 卢林 池中国 这是一个由靠谱的远射 这是比赛打到14分钟 比埃拉送出的助攻 把坎布基敏的前叉 球到人道 把皮球送进了对方的球门 这个球对方的托奇奇和对方的寒风门将 在配合上出现了失误 只要有一个人早一步动 会不会造成进球 进球前后 国安队的进攻其实打的还是比较顺畅的 但是接下来属于广州福利的进攻时刻就到了 杀出了一个常飞亚 21分钟 先是雷纳尔迪尿的射门 稍稍偏出就已经给球队敲响了警钟 然后接下来这比赛打到25分钟的时候 常飞亚倒三角的回传 如临迎球怒射 比分打成了1比1 这场比赛常飞亚是一个骑兵 是斯托伊克为其摆出的一个重要的变化的棋子 其实常飞亚这个赛季打的并不多 但是这场明显是针对国安的后方 这是王子明 本来有一球成名的机会 但是这个球过于追求稳 其实它如果脚腕更变化一下 打这个进脚的时候 可能会更好 下半场的时候我们就说了 国安队的中前场发生了质的变化 最关键的就是比赛拉的那一脚 为什么说常飞亚是关键 其实这脚球如果打进了的话 场上变成2比2 福利队的尽头跟场上的局势又会不一样 当然别拉 现在是这支球队绝对的大腿级的人物 来看这个球 刚才是 为什么说左手右手一个慢动 这是左脚右脚一个慢动者 刚才任一球是右脚 这个左脚一个轻推 其实这个球托西奇 我一直觉得它有爆摔 巴坎布的嫌疑 这个球不知道为什么视频助理 残判没有借助查看 我觉得应该是有犯规的嫌疑 当然福利这边到了比赛的最后时刻 他也是在全力进攻的 对 又是常飞亚 他知道如果能够拿到更多的客场进球的话 这对他第二回合是有利的 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国安队的反击打的效率也是非常的高 这也就成就了接下来北京中和国安队的第四个和第五个进球 这个是个黄游手从夜下溜进去了 在比赛最后的时候还有扩大比分的机会 其实奥古这一脚是比较可惜的 巴坎布这个船的是没毛病 但是反过来 奥古船巴坎布设 这就是一个非常顺理成章的进球了 5比1 虽然是一个看似很大的比分 还是要提醒 第二回合不要轻敌 对方只需要四个进球就可以扳回来 这场比赛最终就是5比1 对方只需要四个进球